中秋捷江来到 而市面上的蛋黄酥有白白种 最近进口蛋的风波不断 而花莲知名甜点名店 也无端卷入了风波 被指控使用巴西进口的鸡蛋 不过店家秀出咸鸭蛋厂商的汇款证明 强调自家使用的是鸭蛋 而不是鸡蛋 刚刚出炉的蛋黄酥 金黄外皮上头还点缀几颗黑芝麻 圆滚滚胖嘟嘟 看起来就让人口水直流 这是花莲一家甜点名店的蛋黄酥 号称是花莲地表最强蛋黄酥 现在也卷入进口蛋风波 上门客人相信店家 但网络留言却是一心负贫 另外一开头直夸蛋黄酥皮酥现香 咸蛋黄更是油脂饱满 尺寸大的异常 接下来话锋一转 却开始质疑店家咸蛋黄的来源 还说业界盛传店家用的是鸡蛋 甚至更直说 有没有用到巴西进口的鸡蛋 有人怀疑我们包的蛋黄酥的蛋 是鸡蛋不是血压蛋 可是我们包的蛋黄酥的蛋 一定是血压蛋 有人怀疑我们为什么一直可以卖 然后蛋黄不会没有 因为我们八月就订好了 钱都付完了 一定会有人付钱都可以留证据 当然要留 给厂商转账就会有转账明信 所以就会有 曾经再澄清 脸书上店家也po文说明 早在八月就已经订了数量 更是万科起跳 而且还付了定金 直接跟由养鸭厂的上游加工厂订购 甚至还直接附上了定金转账截图 蛋没有到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是鲜蛋 鲜蛋是腌制10天 20天30天40天都不等 蛋黄酥的蛋几乎都是鲜鸭蛋 店家强调 制作蛋黄酥的一定是鸭蛋 而且预定的时候就已经指定要 大颗油脂丰厚的红土自鸭蛋黄 而且鸡蛋跟鸭蛋的成型状态 并不一样 无法取代 但无端卷入风波 业者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记者众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